你看这样,万能最近挺累挺辛苦的 咱们给他做点函菜送过去吧 好 我去买菜 原来上楼下楼,碰碰碰自己上来了 现在上楼要抓住,下楼也要抓住篮杆 我八十了,我女儿万林,今年也五十五了 你转回来了,我去买菜 因为过这个马路太难了 我的健康妈手机没法耍,我用身份证 万林她是大夫,三月份从无福院退休 现在又被翻聘到社区医院 天天忙得很,顾不上吃饭 买只鸡,一个要新鲜,一个要嫩 她说就是选的呀 先炒一下,炒了以后,放上各种佐料再炖一下 鸡子买回来以后,人家剁完了 用点面粉给它搓一下 一星期,吃一次鸡,吃个新鲜 放一点红辣椒不行 都为了照顾它 豆瓣酱放一点 经常碗里不吃辣,还得照顾着它 它肺炎不太好,有时候反散,有时候消耗不凉 这碗里挑点好的,挑点肉多了,骨头少了 碗里吃它的宝贝嘎嘎,多放点好吃的 它好长时间不吃虾了,多放点虾,比较咸 做的是上面,这下面是肉是吧 肉肉肉 对,我住在六楼不方便,下楼也不方便 麻烦你们去给它送一趟 护士厂吗?护士厂 每天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是万林,今年55岁了 来到这个福华街社区卫生中心以后 我还是干我的以前的老总行 这是你父母委托我们带来的午饭 虾仁啊,哇塞 虾仁炒米饭吗? 呀,还有鸡子,哇天呐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那个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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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不吃辣 今天专门做的都是不带辣的 我们在食堂吃饭 食堂饭虽然也挺好 但是吃肉没有在家吃的开心 7月底到现在没有回家吃过饭了 自己家的饭还是很好吃的 回家吃完了 就打几个瓶子 那还撒起忙吃完一点 喝杯奶就完了 我又说我也说他 我说你还是 吃饭 他不会做饭 洗得滑了 做一做吃吃就算了 去年就是到哪里到武汉去 他去的很突然 他当时呢 他已经 那男生已经五十多岁了 再几个月他就退休了 但他依然居然随后爆了命 虽然有想法 但是我还支持他 后来我得了什么 得了一个失眠症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失眠了 而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好 他不管长多大 不管走到哪里 他不管职位有多高 他暗死我的小孩 暗死我的女儿 这个永远改变不了 爸 妈 跟你们在一起生活了 大半辈子了 五十多年了 你们辛苦了 现在我天天也照顾不了你们 你们这么大年龄了 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照顾好自己 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爱你 你们俩好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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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不要 我爱你 你 你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吧 喝点水 这是你拿的 这个你不能上 我要上 这有危险性 我要上 开吃吧 准备吃饭 来 过来洗个手 准备吃饭 吃饭 吃饭我们去高铁公园了 他跟爷爷不一样 人家都懒疼回眼 这家伙嘴里有一个米粒 他都不会吃第二口 我爱这张好 要熬一会的表情 你说熬一会的五环是吗 这就是我 可爱的小外孙 姚之一 过去 我的工作比较特殊 比较忙 整天出差 不在家 所以说带孩子 带的少一点 现在看到这小外孙 就想起来 小时候 我爱的你 也算一种弥补吧 他不是说吗 他说 我老爷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爷 我觉得我很需要他 因为毕竟咱们现在 它不像以前 女性都是要工作的 也是想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发挥一些自己的力量的 就是我想得到 就是别人对我的一些肯定 其实带孩子是件 很辛苦的事情 带孩子的话 可能就把他个人的那种 业余的这种时间 全都挤压了 包括交友的时间 锻炼身体的时间 出去旅游的这种时间 就是全部都要牺牲掉 那你知道你爸喜欢什么运动 或者他的业余爱好是啥 不太清楚 他 就是因为他没有特别的 他不像是别人那种 像我喜欢写书法 或者是 就是钓鱼 或者是打个球 对 他没有这一类的爱好 我觉得他的爱好 可能就跟朋友一起 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 你觉得 对 那爱好可多了 羽毛球 篮球 乒乓球 这个下降棋 游游 这都很喜欢你 现在没时间 女孩子 怕这个体重增加 还有主食都吃得很少 就怕长胖 吃菜吃得比较多 今天就给他做汤菜 你喜欢吃你爸做了吗 我爸做一些黑暗料理的时候 打比方我怀孕的时候 我说我爸爸我想吃牛排 我爸说好满足你 然后他就给我煎了个牛排 等端上桌的时候 我看我就崩溃了 他给上面撒了一些芝麻酱 我说这不是应该弄黑椒酱吗 我爸说这样比较有营养 丸子 土豆 杏鲑菇 金针菇 娃娃菜 洋葱 大海青 都是女儿喜欢吃的 所以说我挑的都是她爱吃的 所以烫了以后进行调制 和那个调凉菜有点类似 但是这属于打拌菜 打拌烫菜 这个地方 叮叮 鸡丁 这油出汁 蚝油 生抽 烫菜 口感比较好 不利于蒸肥 算是一个健康实行 面养汤最后了 小车不打这碗推 明明下班回来记得吃饭 今天晚上给你做的 你最喜欢吃的烫菜 多吃点 不会发胖的 孩子我今天带回去 你妈想他了 明天回来 你不用担心哦 正好孩子不在家 你也可以好好地休息 爱你的爸爸 平顶山夹县 一晚十点钟 一锅羊油辣椒的熬制 正在进行中 掌勺人马爱民掌握着油温的秘密 适当加水既能控制油温不至于过高 又能在一瞬间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这份香气肆意的辣椒是为了第二天的一碗和乐面而精心准备的 明朝初年 和乐面由陕西传入夹县 从此以后 夹县人的早上少不了一碗和乐面 而马爱民的早上从熬羊骨汤开始 马爱民深知一份好的羊骨汤才能成就一碗好面 马爱民 从十六岁起学习制作和乐面 与面的交情已接近四十年 他凭借着手感让面的软硬程度达到最佳 这种外人捉摸不透的门道 是和乐面味道的关键 一个半小时以后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即将登门了 和乐床 一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面食制作工具 将和好的面团 放在一端底部装有漏网的枪塘里 人坐在另一端 依靠自然重力往下压 运用杠杆原理 带动木塞挤压面团 面条直接漏入锅中的沸水里 经两次搬滚 面条就可以成熟 传统合了床 虽然笨重 但压出的面浸道爽滑 并带着一份自然原香 中午 店里的顾客最多 用和乐床做面的辛苦 只有马爱民自己知道 压着能压着屁股动 幕边挺点神 幕边爬点神 做得最本的 前面有点没有 走我这一距 乘入羊骨汤提鲜 这样的一碗和乐面 美味可口 香气扑鼻 再加上一点羊油辣椒 让味蕾再次感受到冲击 甲杏仁深深未知着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爱民见证了和乐面 从三毛五一碗到八块钱一碗的蜕变 也经历了制作过程 从人工到机器 再到人工的转变 不变得是和乐面骨子里的劲道 和甲县人对于这份味道的钟情 距离甲县三十公里的平顶山市 清晨 杜广军沿着湖边慢跑 健康养生是他所秉持的生活之道 也是烹饪之道 十五岁学厨师 1983年到钓鱼台国宾馆 是从国宝级烹饪大师侯瑞轩 杜广军的烹饪手法 深受钓鱼台菜系 清鲜淡雅的影响 从北京回到平顶山以后 他最想继承并发扬下去的 是侯瑞轩大师 用玉菜手法改良的一道淮扬菜 清炖狮子头 做狮子头需要一层瘦肉 一层肥肉的五花肉 冬季要瘦四肥六 夏季则要瘦六肥四 这是一种巧妙的取材方式 你要是瘦肉多了 它菜 肥肉多了 它拧 这样的就是 随着季节来这个变化 去做 清炖狮子头 讲究刀工和火候 将冻好的五花肉 均匀切片 再切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进而切成16米大小的碎丁 这个过程必须很快 才能在夏季高温下 让肉丁保持外观一致 大小均匀 新鲜 Yup 新鲜的马蹄莲 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 切成碎末和肉丁混合 加入盐 胡椒粉等调味料 接下来的过程 手法至关重要 摔打 让这些细小的食材充分粘合在一起 是成就完美狮子头的关键一步 功夫菜的微妙就在这一摔一打间 相比于传统红烧 清炖狮子头更加符合现代人清淡少油的生活理念 为让狮子头走进平民百姓的餐桌 杜广君今天所做的狮子头又有了新的变化 师傅使用高汤煨煮 而杜广君直接采用清水 清水加热至80度时即可下锅 这样的温度可以让肉团逐渐定型 并慢慢漂浮起来 盖上白菜叶以吸取油分 剩下的就是一个半小时的微火炖煮 所以原汁原味来 把这个杯子的咸味给它剃出来 把这个所有的羊都给它塞爬出来 它这里边 林宝 这所以小吃著称的玉西城市 接纳了铜关地区传来的烧饼加肉 饼自身的面香 加入软糯鲜香的卤肉 焦香酥脆的口感 混带着肉的香味 这种绝妙搭配 俘获了当地众多肉食主义吃货的芳心 后经本土改良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这就是家庭的味道 因为肉夹馍全国 我们去这么多地方只有林宝 三百亚地区里边有 饼本身并没有味道 肉夹馍的独特口感 是来自于卤肉 15岁开始学习制作卤肉的陈少波 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挑选散养的猪前腿肉 先焯水 去掉肉的腥味 放入十多种配料 腌制12个小时 配料的味道渗入肉里 再放入老汤大火蒙煮 这是陈少波的卤肉 区别于别家的秘密作战 这个汤子有二十多年 熬制时间长 它的料味肉味都存在在汤里边 每个方子都不一样 肉夹馍品质是否属于上乘 饼的口感至关重要 陈少波的搭档燕小军 拿出了自己的真功夫 饼的制作 和面是关键 水的温度 面的湿度 都需要用手去感知其中的细微差别 因为我做这个时间也长了 对自己要求也都很高 总想把一件事做得无人能力 火好的面需要醒二十分钟 面的柔韧性才能达到最佳 为了能让饼中的层次更多 燕小军不断地挑战极限 最长的能拉三米长 猪板油的加入 让面的层次之间不沾点 此时的燕小军 就像是一位武林高手 收放自如 面从生到熟 只需要三分钟 而他修炼了十年的时间 夜幕降临 凉风袭来 林宝石交小吃街 家人朋友相遇而至 寻觅自己喜欢的味道 肉夹馍的香气 在小吃街的上空飘散开来 面对着诱人的美味 这里的人们 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时间 谢谢 鲜香酥脆的肉夹馍 清凉爽口的凉粉 给这所城市的夜晚 增添了不同的味觉体验 无论你身在何处 不管你走向何方 最让人留恋的 还是家乡的 那一缕味道 就像我上一回说养饿人不能拦 你拦你肯是养不拦的 我这里说这个门盘不定 并不是说你想养的 买到干嘛回来就把养活了 不是干嘛回事 你要养一屁你想拽住了一下 还是你想我讲的 不要往这一方放进来 这一方不好干 你这个小哥感冒了 能不能打一秒 他都没有养活了 他只是老师叫 他那里的特留论他在那里叫 你看他说的 你无事还没啥嘛 你可以想想你的恶精 给他味道上的什么 这话给杨诺说就是有点重了 开始吧 我要长石头 就是我叫长石头 就是我是高羊鹅的 在这个头上上面 你可以搜索这个老张养鹅 就是我上面有 大概有六万粉丝 张石头 是河南洛河的一位养鹅大户 实际年龄只有35岁的他 却有着一个超越年纪的称呼 老张 老张之老并不在于岁数 17年的养鹅经验 让他成为了业内的行家旅首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刚开始养鹅的时候 老张面对的并不是粉丝的认可与追捧 就是刚开始我养鹅的时间 我是连赔了三年 三年我的赞赔 最作难的时间 那个你肯都没发现 老张希望后来的人 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弯路 2018年他决定在网上 分享传授自己的养殖经验 在自家外甥的帮助下 老张养鹅诞生了 两年的素材积累 两百多期节目 几万条评论 造就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老张的一天 从凌晨五点就已经开始 两千多只鹅的吃饭问题 每天都只能指望着他一个人 买饲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精明的老张摸索出了 自己的解决之道 全家料这个成本太高 如果行情差一点就配料 你看咱们自己一般配料的话 花生糠 这个玉米 腹皮 就用这个自己配 这个鹅本身就是扎死 它除了不吃荤的 素的什么都是 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 几千只鹅 几个大型养殖棚 每天都需要占据老张大半的经历 17年的养殖经历 给了老张丰富的经验 他自信 自己精心配比出的资料 一样能让这些雪白的大鹅 与意见崩 这种经验 他也悉数传授给了几个特殊的客人 全国这么多省 除了大西北 都是我教过的 就是你不懂的 不会的 你可以来找我 我免费教你技术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聚在鹅棚中间 名气越来越大 老张也越来越忙 你想这是洛克这一带啊 有了老张的带动 附近的村子里 养额的大棚 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周边的村民们 也慢慢开始接受了 这种以往并不多见的养殖项目 像这种养殖菩 它被它离我近的这种 你要是在经常往它那儿跑一下 有可能中间啊 它就有一个问题 它学有不了 就把它砍到鹅里 洛克周边 形成了一个养额产业圈 养的人多了 吃的人自然也越来越多 鹅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和优质蛋白质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草食的习性和大量的运动 造就了它紧实的肉质 也更符合现代人健康的饮食需求 以往常常不被人们重视的鹅肉 在洛克一带 也渐渐开始成为一种常见的食材 其中最经典的做法 就是铁锅炖大鹅 四个月左右长成的鹅 肉质细腻棉食 被称为大子鹅 是制作铁锅炖大鹅的上号食材 铁锅炖大鹅 都是120两以上 手起刀落 皮白肉嫩的大子鹅 在大刀阔斧的砍剁下 分成小块 紧密的鸡肉纹理 决定了鹅不易软烂的特性 剁成小块 更便于炖制入味 热油被柴火烧得冒出青烟 木材的火力 与一般小灶不可同日而语 高温激发葱姜蒜的香气 铁锅炖大鹅 要想奠定新香的味道 这三样的辅助不可缺少 配料在锅中的煎熬已经足够 该是豆瓣酱上场的时候了 红通通的一大勺放进锅里 滋滋作响的热锅炒出红油 干辣椒和花椒绝不能另期分量 并不需要多么惊世骇俗的厨艺 铁锅炖 走得就是那么原始粗犷的风格 爆炒的高温锁住鹅肉的水分 瞬间收紧的肉皮 会带来软糯又筋道的口感 炒至半熟加入开水 双重热力 才不会让炖出的成品又柴又干 烧柴做出的农家菜带有独特的烟火气息 火候的掌控全凭厨师多年的经验 蛋白质一出使汤汁慢慢粘稠 稍有不慎就会糊锅粘底 平凡的翻底搅动 考验着厨子的耐心 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一个半小时 受足了烈火的煎熬 这锅鹅块终于到了出锅的时候 红亮的色泽勾引着十克的味蕾 一个多小时的细熬慢炖 鹅肉的鲜美已经渗入浓浓的汤汁 清脆的小葱既增加了清香的味道 又是一样增色天才的点缀 从烈火高温中重生的鹅肉 也再次被厨师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 老张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忙碌了一天的他和学员们一起 吃上了自己培育出来的鹅 制作的美味佳肴 一口下去 鹅肉的肥美进入了每个人的味蕾 唇齿流香 吃的是鹅 品的却是十几年中的白种滋味 这道餐桌上当之无愧的硬菜 让五湖四海陌生的人们围坐在一起 谈笑中 一道菜温暖了饥饿的胃 抚慰了忙碌的人 热热闹闹的吃顿好的 才是人生大事 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功力 一般人很难做到香糯谈牙的口感 张建成既没有寻先问道 辩访名师 也没有匪夷所思的奇遇 全凭祖传的心法日复一日的练习 在信阳 卤猪蹄是最具街头气质的下酒菜 皮的滋味 筋的弹性 一口撕扯下来 狠狠咀嚼 再整口白酒 这就是信阳人的日常 想要满足老师课的刁钻牙口 除了需要百年的传统技法外 还需要充沛的体力 张建成 信阳最自律的餐饮大咖 拥有四个高档饭店 每天无论多忙 他都亲自把关 卤制猪蹄的每一个环节 四个饭店一天消耗几百斤 显然充沛的体力 是必不可少的 哇 你们今天这辣椒怪好点 老张是个有追求的人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一般都会去山区里的农贸市场 挑选上等农家黑猪肉 这种大别山里出来的天才地宝 既有家养土猪的岁月风味 又有小乳猪的细嫩口感 这种跑山猪 只能到大别山里的农贸市场 才买得到 它这个肉比较厚 表明它在豁豆的时候 它都比较健壮 皮油贪性 这种薯筋出来疗以后很好吃 这样 我们皮盖可以 要有点皮盖 好好好 这种大别山里出来的天才地宝 既有家养土猪的岁月风味 又有小乳猪的细嫩口感 这种跑山猪 只能到大别山里的农贸市场 才买得到 它这个肉比较厚 表明它在豁豆的时候 它都比较健壮 皮油贪性 这种薯筋出来疗以后很好吃 这样 跟皮盖可以 你要有点皮盖 买回来的猪蝶 还需要再次手工脱毛 卤猪蝶 这种美味比较大众 想要做好 拼的是细节 脱毛的环节 严格按照传统手艺的技法 活开猪蝶 藏在指缝间的白色毛囊 腥味醉重 看似无害 后患无穷 再费功夫 也要去个干净 花椒用盐炒出香味 均匀地涂抹在猪蝶表面 反复揉压 使盐与肉充分地接触 在那个煮汁上 是盐制24小时 第一道炒水 炒水里 然后我们下炉 卤药 是卤猪蝶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也是张建成 蜜而不宣的绝招 三十余种香料 精心配比 分毫不差 卤料的配方 是张建成的爷爷定下的 一百多年从未改变 老汤中放入猪蝶和大料包 用盘子压住 容易入味 卤猪蝶 讲究微火慢炉 半煮半炮 火候的把握极为复杂 火大 猪蹄外熟内生 火小 影响猪蹄的口感 四个小时终于过去了 煮好的猪蹄 酥烂香糯 淋上蒜泥和醋 解腻提鲜 趁热四咬 口腔里面充满胶原蛋白 油脂在牙缝里流窜 又香又弹 口感奇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